跟这个妹妹有多久没见了 应该有二十多年了 有二三十年了 刚好来父亲过了以后 就中断了联系 就一个群聚 而且人也是很好的人 但像我们这个年纪的话 也有点就是说 失心了 失旧了 所以我还是想找她 眼前这个身形消瘦的女人 就是张晓燕 今年六十三岁的她告诉记者 这些年自己的家庭出现了许多变故 女儿又常年在国外 不知不觉中大半辈子过去了 让年过花甲的她 倍感孤寂空虚 于是便萌生了 寻找失联三十年的堂妹 李爱珍的念头 我在之前也去找过大伯 就将她修舍嘛 结果全部改了 因为年轻时和堂妹来往 都是在张晓燕大伯 也就是堂妹父亲家 张晓燕以为自己按着地址 肯定能找到对方 不料等她来到大伯家 才发现早已物是人非 人去楼空了 前几年都嘛 我问我妈妈 她小名叫小红 我说小红 我们有小红电话吧 或者是阻止啊 晓得她的信息吧 就是这样说 我妈妈说不知道 我妈妈就往里 你找她干什么 我说不干什么 就这一个星期是吧 她是跟妈妈 有什么过节吗 也没有 就是跟大伯有点吧 跟我堂妹没有 长辈之间的关系 不是那么融洽 然后爸爸去世之后 就没有怎么开往 就这个意思 张晓燕表示 堂妹性格随和 心善大方 年轻时姐妹关系很融洽 如果不是因为 长辈之间有间隙 也不至于她父亲去世后 两家人就几乎断了来往 虽然她知道 妹妹妹父的名字 也记得二人 曾居住在铁路二村 但因为不知道 具体的地址 总是无从寻找 这边的话 可以进一下去派出所 因为派出所那边 信息更加详尽 而且那个是对 整个南站街道的 一个那个 不仅人口统计 我们这边只是 对二村的一个信息 所以还是建议一下 您去南站派出所 张晓燕说 虽然大伯家早已拆迁 但是她记得 唐妹夫妻俩住在铁路二村 只是具体的门牌号码 自己已经记不清楚了 随后记者和她一同来到了 南昌市西湖区铁路二村社区 可依然没有查到对方的信息 但是经过社区工作人员的指引 在南昌市公安局 西湖分局南站派出所 找到了张晓燕 唐妹夫的联系方式 这对失联30年的姐妹 这一次能够顺利的重逢吗 就是我们联系上了 你的妹妹妹夫 什么心情 哎呀很激动很激动 很激动很高兴 真的 我太感谢你们了 真的 如果要留着就是幸福的泪水 得知马上就能见到 分别了30多年的堂妹 张晓燕难掩满脸的喜悦 和幸福的泪水 她说这些年 姐妹俩同在南昌这座城市 却兜兜转转 不曾相逢 已是花甲之年的她 如果再找不到对方 那必将成为自己此生 最大的遗憾 他爸爸跟我爸爸的兄弟是好亲的 从青葱岁月到白发病染 久别重逢的姐妹俩再见面 彼此激动地互相拥抱在一起 往事历历在目 逐一涌现在他们的心头 我走的路上你肯定不认得我了 我头发全白了 剪得好短在家 当时是什么原因 就是 就是搬家 不知不觉对 没有 没有那个 电话嘛 就是没有手机 那时候是 坐机都没有 到哪儿去找 你看都是一个城市 都是南昌 原来我是住铁路三村的 是三村 我们今天到铁路二村找 怪你没找的 你就是之后还去他们家找过他们 找过了 父母家 我也是到父母家 我们是在父母家我们见面 彼此之间的小家庭就没有了 好亲吧 对对对 就是他爸爸跟我爸爸是亲兄弟 你说好亲吧 主生三代嘛 就是一个爷爷奶奶生的 对对对 还是一棵树下来的嘛 李爱珍坦言 几十年来 自己心里一直惦记着堂姐 也曾多次去寻找 可命运弄人 姐妹俩之前 都是在彼此父母家相聚 张小燕父亲去世后 她母亲便搬离了旧居 而李爱珍父亲的老屋 也被拆迁了 在那个连坐机都没有的年代 二人就这样断了联系 原来我爸爸不是摔一脚嘛 摔一脚就卧床了嘛 火床了就没有下过地 她都想着他们 然后想不下去了 不想家了 讲到这个就有点难过是不是 好难过 是不是爸爸心里有遗憾那时候 对 他想见他们 我就找就没找到嘛 是不是 我也没有用的了 所以其实今天见到这个 真的好激动 提及父母 李爱珍泪流不止 她说2006年和2016年 自己的父母相继过世 在弥留之际 两位老人都向女儿表达了 想要见到张小燕的心愿 未能帮助父母完成心愿 也成了这些年 李爱珍心中最大的遗憾 这就是电视台 给我们帮了台 是吧 嗯 那以后我们要常联系 常去飞啊 嗯嗯嗯 好 这家要不要搞掉了 嗯嗯 好 搞掉不了 念他家 好好好 动他家 好好 念你丢不了了 嗯 刚才丢得了啊 是吧 嗯 这家的年还搞得掉不了 对对 那你手气了 对 这个手气好吗呀 被运吻 被运吻 你们希望之间你来喔 我 我 经许 肯定 你然后的媳妇 我就先买 你相信我相信 你对你的肉 我们晚上回家吃 哦 哦 哦 煮得好 就雕出了你 啊 我都是 各样的米粉 对对对 我给拉出来 我给拉出了 我喜欢 给我这儿很美 真不好意思 麻烦 あと头部 我麻烦 还麻烦 以后我们要常联系 再也不要搞丢了 好 走到天涯海角都丢不了了 两句简单的对话 张晓燕和李爱珍却等待了三十年 姐妹俩表示 亲人之间哪怕很久没有联系 再团聚依然是一家人 因为世间所有真情中 最令人刻骨难忘的 还是血浓于水的亲情 好的今天的节目呢 在这里就结束了 提醒大家 我们都市频道正在打造 以单位为基础的婚恋交友平台 都市放心爱 我们将会汇集全省各级党政机关 和各大企事业单位里边 最优秀的单身青年 打造最专业的婚恋团队 为单身的你找到心仪的他 想脱单别等待 找二套放心爱 想要脱单的朋友呢 赶紧关注我们都市情缘栏目 或者是都市现场栏目的微信公众号 报名参加我们的交友活动 我们的咨询电话是 079188316800 明天的同一时间 我们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栏目